朋友们我们继续开始 下面一个句型 において における 怎么接续呢 当然了 一在前面的话一般前面就原型 但这个句型规定前面整体名词 含义来看的话其实很简单 代表是在 对在 所以我一般是希望同学们背出三个在 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点 在什么方面 在个在 其实它的含义呢 帮那个 含义和那个代 含义是一样的 说出了更加正式化的口吻 含义和代的含义其实是一样的 那代的含义很多啊 它只是表示 叠在里面三个含义 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点 在什么方面 において 就是て 表中动 表中盾 中盾 における的话呢 对 它是动词的原型 因为动词的原型说穿了 就是动词的连体型 所以的话呢 它可以作为一个连体修饰 也就是说它可以记在名词前面 相当于什么呢 所以 において 相当于で における 相当于での での 含义是一样的嘛 相当的 相当于一句啊 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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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不认为 那些商品啊 啊 では 好 はい このメーカーの ヘルメットは 安全性において 他の どのメーカーの 製品よりも 優れている 同じわ 当時においては 海外旅行など 有名の 有名のような コラーだった 代表时间了 そしたら 你不用这个 日本当時電話 可以 一番いい 對不對 有朋友說 老师這個 時間不是一一的嗎 沒說過時間 只能用一一 で也可以的 而且一一的話 是表時間點 朋友們還記得 今 今日 明日 昨日 還不讓用呢 對不對 他這的話 這個で 代表時間 是個什麼呢 他表示一種 階段性的感覺 階段性的 他不是表時間點的 所以的話 在當時 他不是時間點的 對不對 所以的話 階段性的感覺 階段是可以表時間的 只不過 韓語和音 不太一樣吧 当時においては 海外旅行など 夢のような コラーだった 中文還是反正 在當時 這話是表那個 對比 現在肯定不是啦 對不對 在當時的話呢 海外旅行什麼的 像作夢一樣 像作夢一樣 最近は 職場だけでなく 家庭においても パソコンが使われている 我就是表的對比了 以前不是這樣子的 最近怎麼樣呢 這是我們也要背的句 叫做 だけでなく 不僅而且的意思 だけでなく 不僅 而且 不僅是在職場 在家庭 家庭 家庭 表最佳 家庭 開始 電腦 電腦 最近は 職場だけでなく 家庭においても パソコンが使われている 好 好 他這邊講了 における 後面這些名詞 對不對 表示地點時 相當にで 其實表別的含義 也相當にで ここ比別的 語氣的話 比て 更正式 好 我們看下面一個句型 におきて 注意發音 におきて におきては におきて におきた 這個寫法的話 就他的一個 動詞的マス型 表中段 更加的書面化 含義應該是一樣的 含義沒有區別 那麼加他形的話 這邊主要是 修飾名詞的 像這種句型 一般不會做結句的 一般是放句中 他一般是做修飾的 後面跟名詞的 前面接序的話 你們寫上去 接名詞的 含義來看 因為挺硬 含義的一個自動詞 這是與什麼相應的意思 那麼這個的話 其實 基本含義 你可以放在根據 或者按照 如果你直接放的話 就是硬 就可以了 你放根據也可以 你放按照也可以 你就放成硬 也可以的 因什麼希望 因什麼要求 也可以的 為什麼呢 與之相應 相襯的意思 那與前向相應的 相襯的 那我後面來發生變化 所以後面的變化的話呢 是要與前面相應的 發生變化 那前面沒有變的話呢 我後面也不用變 所以換句話說 在整個含義上面的話 有一個被動的感覺 換句話前面得先變了 你不變的話呢 我也不會相應的 來發生變化 這個含義 那細分的話呢 有兩大含義 一個是因什麼要求啊 因它希望啊 對不對 因它訂購啊 第二個含義的話呢 表示與前向相應的 相襯的 那麼後向來發生變化 這細分的話 有兩個含義 那我們這邊藍寶的話呢 那麼還是放在一塊 我們來看一看啊 像第一句 このレストランは客の予算に応じて 幾つかのコースを用意してくれる 什麼含義呢 這個餐廳啊 那 這是我說的第一個含義 對不對 那與客人的什麼呢 客の予算に応じて 與客人的預算相應的 對不對 那麼應客人的預算 有了就準備啊 コース是套餐的意思啊 我們來準備好多的套餐 はい このレストランは 客人的預算に応じて 幾つかのコースを 用意してくれる 那邊去啊 旅行のプランは お客様のご希望に応じて 変更できます プラン プランには不一樣 什麼範圍 就是計畫 如果有計畫的話呢 我們什麼呢 可以印 能夠印 客戶的希望 來進行変更 はい 那今後のプランは お客様のご希望に応じて 変更できます 這兩句話的含義 相對剛剛我說的第一個含義 印什麼要求啊 預算啊 希望啊 印 那麼下面就我們看一下啊 私の会社は 年に2回 年に2回 這2啊 比較頻度的啊 年に2回 評価を 就這麼に 行って 行う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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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の評価に応じて 商品が決まる 什麼含義呢 在我們公司 一年兩次 進行評価 那麼呢 與這個評価相應的 相秤的 來決定你的升遷 這個的話呢 相當於我和第二個含義 當然了 這個我們不去分得那麼細 按照我們藍寶來講的話呢 根據 按照就可以了 所以他說 按照這個藍寶的話呢 來翻譯的話呢 也是 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建議各位的話呢 還是 現在還是 就根據我們的 N2藍寶的解釋 來進行翻譯 飛得快一點 好 再念一遍啊 こちらの会社は 年に2回評価を行って その評価に応じて 商品が決まる 商品 修行 はい 根據前向 後向的話呢 就是發生變化 它包含一個什麼意思呢 如果前向 發生變化了 後向呢 也隨時發生變化 那反過來來說 如果前向沒有發生變化呢 然後後向也隨時發生變化了 對不對 那麼 におじで 中盾 你有沒有 におじ 那麼におじで 後面是接什麼呢 接名詞 好 我們來看下面一個句型 にわ かかわらず にわ かかわらず なく 反而這個後面接字的話 跟なく的話呢 並沒有區別 因為字的話 相當於偏古文一點 偏古文一點 呃 含義就是 なく的含義 一個否定的一個中段 這個わ 加不加呢 也無所謂 一般加了我們考試裏面的話 可能 同學們看到這個 沒有接わ 可能要多接一點 那么接续来看的话 因为 一在前面 因为一在前面 所以的话一般我们认为是 最简洁 那么圆形 动词的词入形就是圆形 9形加上一个9 是所谓动词的否定 9形 1形名词 都可以直接放前面的 没有问题 什么含义呢 我们在之后呢 还会学到一个 叫ni mo 哈卡瓦拉子 那这两个句式 应该是最区别的 换句话 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 这个句式是没有摸的 上面有ni 哈卡瓦拉子 而我们后面的话呢 会看到一个ni mo 哈卡瓦拉子 这两个含义的话呢 有本质区别的 什么区别呢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应该是 不管 那什么叫不管呢 不管前向条件如何 后向 你总归要 这么做 或者发生 这个含义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不受到前向的条件 限制的含义 你翻到无论 也可以的 那么我一般建议的话呢 翻到不管 不管 那么ni mo 和哈瓦拉子 同学们可以记一下 一般我们是翻哪个含义呢 翻到尽管 尽管和不管 就含义差别很大了 尽管 那么有尽管 尽管 尽管 那么ni mo 和哈瓦拉子 这个含义的话呢 应该说和 没有摸那个ni 和哈瓦拉子 含义差别非常大 什么含义呢 尽管 尽管天下大雨 但是同学们 还都到齐了 对不对 那是一个尽管的含义 而我们是不管 是区别很大 说实话 没有任何科技性 好 我们来看一句 好 好 必须啊 那么它是一个必须 好 注意了 它前面接续的话呢 三种类型均可接 那么哪三种类型呢 第一种啊 就是正反一词的 好き嫌い 可以接着啊 不管你喜欢考验 这种话的话呢 必须要看 好きか嫌いか に関わらず この仕事は 必ず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那么一句 天候に関わらず 明日の午後2時から 試合を行います 主心啊 行う啊 行う 那么就是 第二种情况 有范围 看到没有 天候啊 天候就是 介于天气 包括气候之间的 两三天到 两三个月 という范围里面的 天候 所以天候的话呢 它是有范围的 可能是晴天 可能是雨天 有范围在里面啊 不管天气如何 从明天下午 2点 是啊 明天那一刻 都怎么样呢 要去比赛 天候に関わらず 明日の午後2時から 試合を行います 下面句は 出席する しないに関わらず お返事を お願いします 这是第三种类型 是说 肯定和否定 成为一块 那 不管你出席 还是不出席 多轻一点点 回个音 出席する しないに関わらず お返事を お願いします 所以的话呢 这个に関わらず 前面接的话呢 三种情况 均可以接 正法一词的 有范围的 肯定否定 换一块的 好 接名詞是 一般接表天气的 性别的 年龄的 含有种类 程度差异的名詞 天候 年齡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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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的话呢 像天气 年龄 性别 地位 能力 都什么呢 有一定范围的 一个含义 表示 不管是哪一种 都所谓 都可以 而即我都是一样的 那么既动词啊 那形啊 一形时候的话呢 一般人皆在 两个对立词后面 对立词 有する しない 好き 嫌い 上手 下手 良し 良し 悪い 那么两个字 后面的话呢 还可以接 可 第三个例句 也可以这么说啊 出席するか しないか 可可 还记得吗 可可 是还是 这不管你是出席 还是不出席 是还是的意思 可可 好 我们看 下面的句子啊 に限って 当然に 看到没有 在前面 那前面最简介了 所谓的 最简介 直接原型 当然 它规定前面 跟名字 当然这边 に限って に限り 含义上 并无区别 只不过什么呢 跟人家看书面话而已 一般我们口语的话呢 还有手 我们写文章的话呢 用动词的 末尾 什么含义呢 基本含义呀 表现定的呀 他不是写线吗 对不对 那就表现定的含义 只限于什么什么 为什么呢 只有什么什么 比如说 大花极を お送りくださった 皆様の中から 百名様に限り 素敵な商品を プレゼントいたします 这边のプレゼント 礼物呀 对不对 送上 精美的礼品 それも呢 从 大花极を お送りくださった 皆様の中から 応募作品は 著作権を 侵害しない 侵害しないものに限る その反应呢 本次印尊作品里面的话呢 仅限于什么呢 这个可以做结局啊 仅限于 不侵犯著作权的 本家の応募作品は 著作権を 侵害しないものに限る 那么 に限りを 在中盾 最中 に限る的话呢 巨尾 好 第二个含义啊 继续一样的啊 唯独 偏偏 这两个含义 并不一样 那唯独 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是 表示对某个特定 人物的信赖 而偏偏 表什么意思呢 偏偏 逻辑的意思啊 偏偏 我要坐那辆公交 车的时候 他都老了不来 偏偏 对不对 那表達の说话 人很 不甘心啊 不开心的 心情 我们看一句啊 時々 家の中が ものすごく 散らかって しまうことがある そんな時に限って 突然 客が 訪ねてきたりする 訪ねて 有时候的话呢 家里边啊 超级乱 ものすごく 超乱的 偏偏的的时候 突然有可能 来訪了 那不是很尴尬吗 对不对 時々 家の中が ものすごく 散らかって しまうことがある そんな時に限って 突然 客が 訪ねてきたりする 第二句は 大切な 用事があって 遅刻してはいけない 時に限って 寝坊してしまう 偏偏 偏偏 有重要的事 的时候 绝对不能迟到 寝坊 寝坊 寝坊的话 并不代表 早上寝坊 中午睡 也有可能 寝坊 寝坊 大切な 用事があって 遅刻してはいけない 時に限って 寝坊してしまう それが 予習していない 時に限って 先生に 当てられる 偏偏 我没有 运势 的时候 被老人 点名了 偏偏 予習していない 時に限って 先生に 当てられる 包含 其他 時に 一般 都不 どう どう 起こ の 事が 偏偏 在 關鍵 時 事が どれ なの ご視聴 もうすぐ